所以各位刚刚在前面已经看到四个例子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大家记着去买这个choco 这个dirty choco 还有大家rush to buy rush to buy the toilet paper 我们记着去买那个马桶卫生纸 所以呢 还有义美牛奶 义美的奶茶 还有那个finger heart gesture 手指爱心的这种动作 这些都是在告诉你 这些news 这些新闻 about the things spray so quickly, rapidly that they became popular trend in Taiwan 这些刚刚所提的所有的新闻 他们是有关于刚刚前面的这些事情 他们都spray spray动词 都spray so quickly that 以至于怎么样 好这里有两个字老师要特别画起来 第一个就是so 第二个就是that so that 还记得这个文法吗 在刚刚课文当中就有看到的 so...that 这个句型在中文翻译成如此 以至于 这个so翻译成如此 这个如此后面可以加形容词 可以加副词 在这个that 这个that翻译成以至于 这个that翻译成以至于 它后面呢 后面会加的是一个子句 they became so popular trend in Taiwan 这边是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结果的小子句 它是一个代表结果的一个小句子 这个小句子呢放在大字句子里头 就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叫做子句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句子呢的文法 它的主词动词做一下分析 news是新闻消息哦 这个新闻的s呢不是复数哦 这个s是指南边 sout sout 南边的缩写 所以这个new这个字是新闻 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闻消息 它是个单数 新闻消息是一个单数的名词 所以它的动词来各位看到spray spray这个字叫做传递 它是我们上学期的单字spray这个字是传递开来 散播出去spray 扩张出去叫spray 好它是动词 所以动词呢这边呢也要用单数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spray没有加s 老师你不是说主词是单数 动词也要单数吗 为什么没有加s 因为呢 这一个事件这整篇句子是过去式 所以各位这个spray是过去式动词 它是个过去式动词 如果是现在式的话我就会加s 所以留意这个字spray这个字是过去式 它的现在式元V跟过去式跟PP都长得一样 就叫spray spray的spray的spray的 好所以主词是the news 主词是news动词是spray 好所以我们看句子 这个新闻消息about是有关于 有关于刚刚前面讲到的list list叫做这些things是东西 这些东西有四样 就是脏脏包 一枚奶茶 爱心手指 还有卫生纸 这些东西有关于这些东西的 这些新闻消息 spray传递的如此的 Rapidly快速 以至于they became popular 以至于他们 这个他们是指谁呢 这个他们就指的这些东西 刚刚课文当中指的这四样东西 脏脏包 卫生纸 还有一枚奶茶 加上爱心手指 手指爱心 他们因为很多人传递的很快速 以至于他们就became 他们就变得非常的popular 变得非常的受欢迎 变成是一个受欢迎的trend 什么叫做trend 上次的单字 这个字叫做潮流 来各位帮老师写上去 trend 这个字当作名词 是名词就是一种风潮 它是一种流行 它是一种潮流 就因为如此 这四样东西就变成了populartrend 非常popular受欢迎的潮流 in Taiwan 在台湾 好 接下来我要花点时间介绍 so that 都没有发现到 有没有发现到这里的so后面加的是副词啊 为什么是副词呢 因为它的动词是谁 它的动词是一般动词 当你的动词是一般动词的时候 你的so后面加的是要副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小小白板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 有看到这个so that 如此以至于 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b动词跟连缀动词加的是形容词 如果是一般动词 我们加的就是副词